外交震撼代 尼加拉瓜无日警的宣布与我国断交 而现在我国的友邦国剩下14国 这也是蔡总统目前任内第8个断交的国家 总统说不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嚇 台湾不会改变坚持民主自由参与国际的决心 而这已经是尼加拉瓜第二次跟中华民国断交 而且都是在总统奥地加主政期间 我国友邦在传震撼但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宣布跟台湾终止外交关系 这已经是二度跟台湾断交 距离上回隔了36年 而且都在奥地加执政期间 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嚇 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 坚持走向世界 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 断交也才几个小时 尼加拉瓜马上投向中国怀抱 在天津签订恢复邦交联合公报 尼加拉瓜是蔡总统任内第八个断交的国家 目前我国友邦剩下十四国 2017年蔡总统出访尼加拉瓜时 奥地加还用姐妹称胡蔡总统 没想到说变心就变心 奥地加对台湾态度暧昧 争议不少 常常狮子大开口 我们两位好像在谈恋爱一样 当时前总统陈水扁以谈恋爱 来形容台印尼关系 但奥地加向台湾 讨了约十亿台币的发电机组 前总统马英九 2015年出访时 奥地加直接要我国协助 新建港口 但马前总统没有全面买单 只承诺提供农业灌溉人才 马前总统还曾遭到奥地加 放鸽子五次 谢谢 台湾也花了九亿协助 新建棒球场 从建设医疗再到技术 台湾都给予支持 现在再度遭分手 真的是真心幻觉起 记者小米先生台北报道 尼加拉瓜相隔36年 再次的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 而这个时机点 刚好就是台湾受邀参议 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 这很明显的是因为台湾近期 与欧美国家的互动 非常的热络 让中国大陆面临了压力 决定用断交作为制裁 中委员唐凤 受邀参与美国民主峰会 发声感谢国际支持 好巧不巧同一天 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断交 学者分析不能排除中国因素 因为与台的关系越好 那对中共来讲的话 他的压力就越大 丢出一个什么炸弹 炸一下台湾 因为就是给你来台湾难看吧 加上近期 立台湾与欧美友台动作频繁 中国看了不是滋味 就怕引发骨牌效应 让同为中南美洲国家宏都拉斯 以及欧洲唯一邦交国教廷 都被点名与台邦誼 岌岌可为 断交更直接冲击 尼加拉瓜在台学生 109学年度143人中 有53人接受外交部奖学金资助 校学期马上面临断吹危机 影响到的就是大医生 可能大医生他会觉得他才刚刚来 其实他会不确定说 他要不要真的留下来 这些学生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都会有机制来帮忙他们 同样接受奖学金从民传大学毕业 25岁大使李蜜娜 去年10月刚就任 一年多时间竟非昔比 李蜜娜大使是我们两国 合作计划的最佳见证人 相信未来也会是最强的推手 国家间角力最无辜的 还是人民得被动决定 何去何从 记者张云圈杨岳达台报道 国内本土疫情现在在拉警报 另外就是国际的疫情 非常的严峻 所以现在台湾的边境管制 绝对不能够松懈 新冠病毒可能会随着 春节返乡朝进入台湾 指挥中心才宣布 从12月14号开始 返台的民众必须要持有 三天之内PCR阴性证明 从原本往回推三个工作日 要改成日历日 也就是说连假日也要算进去 标准变得更严格了 很多人就反映说 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办理 那么指挥中心今天就改口了 将延后到16号以后再实施 明年一月底就是农历春节了 指挥中心预估将会有四万人入境 下礼拜就会涌现翻乡朝 为了防堵病毒一起被带回家 更改了三日内PCR报告日规定 假设是大陆台商要返台 原本当地航班启程时间 是1月10号的话 PCR阴性证明往回推三个工作日 也就是扣掉例假日 拿着5号出炉的报告就能入境 但现在新规定更严格 变成往回推三个日历日 等于说要拿着7号的报告 才能顺利回台 消息一处引起反弹声浪 直说根本来不及 指挥中心只好赶快改口 原本新规定14号就要实施 改到16号以后再上路 部分台商反应入境规定 一改再改 谁有空天天盯着卫福部官网 大家返乡机票都订好了 新规定延后两天 根本于事无补 但现在除了防堵境外病毒 国内本土又有病例 春节返乡专案也紧急喊咖 暂时停止了春节检疫专案 线上订房的平台 做了一些预备的调整 那以增加这个双北 这个地区可用的房间 暂停给入境民众 预约订房集中检疫所 就是要预留医疗量能 截至10号傍晚 检疫所已经收治了97位 和中研院研究员相关的隔离者 本土境外双重夹击 防疫再度面临口验 界台北组合报道 国际的疫情真的是非常的严峻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 公布新增了16例的境外移入 而且其中一个人 还是从Omicron 并移出重点高风险国家南非入境 个案在南非有去过医疗机构 也让大家很担心 这有没有可能变成 国内第一个出现的 Omicron的病患呢 那么不过医疗应变组 副组长罗一军就说了 这个病毒定序结果 如果真的是Omicron 也不用太意外 不过幸好这个个案 没有进入台湾的社区 而就怕疫情再爆发 指挥中心也紧急宣布 现在一般的民众 只要打完两剂疫苗 而且满五个月 就可以追加接种第三剂的 莫德纳 指挥中心在台北车站开设的 莫德纳疫苗施打战 开打第六天 打气逐渐趋缓 排队民众少了将近五成 但就怕疫情再爆发 指挥中心特别宣布 只要符合资格 就可以赶快预约接种第三剂 追加疫苗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只要接种完两剂疫苗 前满五个月 就能追加接种第三剂莫德纳 混打也可以 而预约平台目前还没有开放 因此建议 究竟在原医疗院所直接预约 要不要追加第三剂 民众看法两极 但变种病毒为例来势汹汹 国内又新增16名境外确诊个案 其中一人甚至是从 Omicron变异株重点高风险国家 南非入境的 这名三十多岁的本国籍女性 八号从南非入境后 隔天裁剪十号确诊 但她已经打过AZ和莫德纳疫苗 属于突破性感染 而且在南非还去过医疗院所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最后定序出来是Omicron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很意外 只是说她在入境的时候 进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当日的裁剪就已经是阳性 强调不会对社区造成威胁 也将加速完成基因定序 无论是不是Omicron变异株 指挥中心再提醒大家 还是要提高警觉 角较停留学人台北报道 多久预论